MING PAO TORONTO 用收藏為你的生活加點變化 歡迎回到AirShooting藍色頻道的收藏C計畫 我是Air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開啟小鈴鐺 掌握最新的小車資訊 今天要開箱的是 捷井工作室出品的首座台灣停車場 捷井工作室的作者Jason張哲宇 是Air在今年SGT3上認識的 在展覽活動過程中我們相談甚歡 因而變成不錯的朋友 而捷井工作室主要是製作1比64跟1比18的場景 以及3D列印的印紙 最早Air是在2021年的小車嘉年華比賽中 有看到他的作品 第一次參與競賽的Jason 就獲得了場景組亞軍的殊榮 相當厲害啊 其主要的特色就是台灣的風格 並致力還原出生活中的各式景色 所以可以看到捷井工作室的作品 都是比較貼近生活的 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場景 甚至穿插一些二趣味的細節刻畫 要很仔細看才能發現 而這次的製作這個台灣停車場場景的想法 其實存在在Jason張哲宇心中很久了 原由是因為有一次去台南朝聖商園商店時 剛好停了附近的一個極具台灣特色的停車場 這也讓Jason張哲宇想要把他做出來 並紀念這一次的朝聖之旅 那我們就直接看到了場景上 它是一個壓克力和展示的場景 看到這組場景就會想到 平時在路邊稀鬆平常在日常不過的停車場 台灣路上確實有不少類似這樣的停車場 舊舊髒髒的圍牆 日久風吹日善的斑駁感 圍牆與地板間的裂縫 長出了一線生機的雜草 還有生鏽到不行的鐵欄杆 你平時看到的景象 完整的還原呈現在這組場景內 這次主打的就是整體場景的材質展現 無論是在圍牆上、地面、標線、欄杆 甚至水溝蓋 舊化感都十足啊 這組的柏佑陸地面不是用砂紙或是軟墓墊製作的 而是Jason張哲宇自行研究的方式 哇擬深度真的是相當高啊 光是停車場旁的水溝蓋就有三種不同的款式去做呈現 包含了H型的水泥水溝蓋 單排排水孔的鑄鐵水溝蓋 以及雙排排水孔的鑄鐵水溝蓋 讓整個場景不會太過於單一死板 停車場周圍的鐵欄杆上 滿滿的輕實、秀化感 完全看不出來是人為製造的啊 再來就是這個場景有趣的地方了 冷孔蓋 台灣常見的永遠對不起的水溝蓋標線呢 也在場景中完美還原 讓人看了不禁噗噗一笑 整體場景的細節刻畫呢 是相當的有水準的 利用不同的材質的堆疊呢 並結合了3D列印手作技巧 呈現出各式材質與物件 這組場景呢 這邊還有附上一張廣告的海報 上面有各式的亮點 可以自行剪下黏貼在圍牆上 那我們就來動手來剪一下囉 那看到這邊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場景失誤有點太空了? 沒錯,除了這個場景之外呢 街景工作室還有搭配推出了4個不同的配件組合包 那每個都好讚喔 小朋友才做選擇呢 我全都要 首先第一個是雜物組合包A 裡面包含了垃圾桶 啤酒籃 啤酒瓶 以及紙箱 那最大的亮點就是可以單獨取出的啤酒瓶 能夠隨意的放置在各個角落 第二個雜物組合包B 裡面有三角錐 告示牌 報紙 跟四包垃圾袋 物理模擬皺褶的垃圾袋擺在場景中 擬真程度又更上一個檔次了 甚至還有淨丟家庭垃圾的二趣味 那第三個是植栽組合包 內含一個化學桶植栽 一個大花盆植栽 和兩個空心磚 其中的植栽更是使用真實的樹枝 來達到材質與色澤的表現 最後一個則是入障組合包 其中除了有常見的三角錐跟機車輪胎 各兩個之外 還有一個巨碼 哇賽 場景的精髓就是配件的搭配了 Air將這四個場景包配件 一一擺入今天開箱的首座台灣停車場 這些配件根本就是畫龍點睛 原本空蕩蕩的場景 擺入這些配件之後 彷彿有了新生命 直接在桌上呈現了台灣路邊的停車場 哇真的太有味道了 太有感覺了 這種平衣技能的場景 因為很日常 所以反而可以更直接的打到人心 最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美照 做一個風格的鎖片 なので採用了整個碗盤 就是用砍碎機的毛巾 然後放到牛排扇子 再砍碎機並ЗU位置 我們可以用它 在香港人的湖上 風格的風格 名堂機 直接在手上 用電量 可以用 goed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再麻煩幫我按讚FB粉絲團 追蹤一下IG Air會不斷的跟大家分享1比64模型車相關的事物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想要交流或分享模型車的話 可以加入1比64異品收藏模型社團 收藏C計畫會持續發布有關汽車或模型車相關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再麻煩幫我訂閱 開啟小鈴鐺、按讚留言加分享 感謝,下次見 掰掰